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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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跟各位讲 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 我今天早上看到这只股票 凤凰 一刻盘没多久 拉到涨停板 这只股票叫熊师 一刻盘没多久 拉到涨停板 凤凰这几天是这样 熊师这几天是这样 然后早上时候都看到了掌停板 碰到掌停板 那我只能说 跟井根好 跟井根 老师你这边有没有出 老师你们有没有卖 你们有没有买 我跟你讲啊 那个健康健身 比如说 1736的乔山 1589的 1598的 待遇 或1515的 立山 看到这几只股票 还有游戏股 游戏股 6180的局资 或者是 这样就好了 不要说太多了 我都在做一件事情 预告 预告 各位 你最近有没有看到 最近的盘势 最新局势正在演变当中 最新的局势在演变 我们现在在想 我们大家集思广益 大家 脑力激荡 我们在统筹 我们在规划 接下来 盘面上会涨的股票 从现在到第一季 一月 明年的一月 二月 三月会涨的股票 哪些股票是比较安全的 哪些股票是看得到获利的 营收是好的 有梦 有题材 有未来的 电动车吗 还是PC 还是NB 各位啊 现在局势正在演变当中 我还是那句话 你确定你要一个人 去面对这个盘 你在那边单打独斗 你靠你自己一个人来去面对接下来的盘是 你抓得到主流吗 你抓得到题材吗 你抓得到未来有梦的标股吗 我跟你讲 我坦白说 你自己操作后会有点难度 你为什么不把 各位 我们一起合作嘛 你把我当成一个军师嘛 各位 我也许是诸葛亮啊 刘伯温啊 都可以嘛 张良嘛 是OK啊 你把我带在身边嘛 我们大家 集思广益 我们大家一起来合作 团结力量大 不是说你靠你自己一个人 然后在那里找股票 在那里买卖买卖股票 你知道吗 今天看到 缺耀概念股 在下跌的时候 我昨天不是开这一支 强身 对不对 强身嘛 一开板 咱 吓死了一堆宝宝 哇 一开板没多久 哇 老师 打到跌停板耶 锁住耶 我昨天就跟你讲 不要追 你又不是买在起掌点 你又不知道我的动作 那你看我的节目 我知道你看我的节目 想找灵感 想找名牌 我知道 但是操作 操作跟看那个不一样 各位啊 所以你没有 你没有大家在身边 你不觉得你最近自己操作 好像 我跟你讲你心脏要强一点 你胆子 我觉得你胆子变小了 一有什么风吹逃动 你就会很紧张 不要紧张 我在身边 我给你靠 我就是你最好的依靠 你交给我 好不好 不要自己在那边乱做 不要在那边制作主张 现在的盘 我跟你讲啊 接下来哦 真的 他们是庄家 他们是庄家 你看今天成交量 1252亿 比昨天稍微增加一点点 昨天1100嘛 今天1200 1252亿 量很少嘛 因为外资放假啊 放完假有些还没归一对嘛 可能还要过新年 那些过完新年 外资产品可能会 才会慢慢的回来 可是我们那只大户有钱人 我们没有要等外资啊 我们没有要等外资啊 我们没有要等外资 他们要去买的股票 我们不是要看外资买的股票啊 我们是要去主导这个盘啊 不是外资说了算 不是外资说了算 而是我们说了算 你看今天旁边上涨的股票 哪些是外资的 没有嘛 你看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哪些是外资正在买的股票 没有啊 大部分都内资的啊 都是你没听过的 你不熟悉的 对不对 你很陌生的 哎呀是9亿APP耶 对啊对啊对啊 你知道我上个礼拜四开嘛 然后连叠两天 今天收红嘛 拉到了这边 老师强生会不会 不要问这个啦 不要问这种问题啦 你要问的是 接下来还有什么标顾 老师你今天会给我们 什么样的好菜 你会给我什么样的菜色 可以让我明天去买的 刚刚盘前期指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昨天休市一天嘛 美国股市现在盘前期指 道琼涨168 NASDA涨88 哎不错哦 今天应该会收红哦 因为上个礼拜 我就跟各位讲了嘛 你看那个道琼 他们在刹车嘛 刹车嘛 NASDA也在刹车嘛 费城半导力也在刹车嘛 S&P500在刹车嘛 啊现在他们开始在收红了 盘前期指上涨了 是不是有可能 这一波拉回来的一个低点 相对低点就在附近了 接下来要开始走另外一波 因为我看到最近美国的经济数据 其实没有像我们想那么糟 它的通膨正在降温当中 它的通膨在降温 它的个人消费支出的 那个物价支出 也在降低 也在缩减 所以他们经济 我觉得啦 硬着陆 因为最近会升会影 大家都说 美国明年经济会衰退 是吗 你怎么知道会衰退 谁讲的 媒体讲的 媒体讲的你会信吗 如果没有衰退了 好不了不起 搞不好一%啊 一%也是成长啊 0.5%也是成长啊 你只要不要负了就好了嘛 衰退就是 就是负啊 负0.5 负1% 负2%嘛 如果美国明年经济成长1% 1%也是成长啊 0.5%也是成长嘛 那你看到媒体一直在跟你讲说 衰退啊 衰退啊 衰退了 中国大陆解封了耶 中国大陆解封了 以后以前 以后你去大陆不用再隔离了 不需要隔离了 可以光明正大走进去了 你知道现在大陆的 他们在搜索什么 要去哪里玩 要去哪里玩 要去哪里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 他们要吃喝玩乐 我听我大陆的朋友在讲说 有些人 最近那个北京还上海 街上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还会塞车耶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得过了嘛 对不对 阳过 你知道吗 阳过就是你的 你的是阳性 然后得过了 阳过 然后阳康 最近大家都很流行 阳过 你有没有听过神雕侠侣 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 那个叫什么 突然忘记了 郭靖黄荣的那个小说 神雕侠侣的阳过 他爸爸阳阳康 阳康就是阳性 然后你康复了 叫阳康嘛 最近阳康的人很多 开始走在街上 要想要去消费了 然后中国现在又要 又要开始解封 所以吃喝玩乐概念股 各位啊 这是对 我们台北股市的某些股票 是一记强心增 我真的希望大陆的经济 和内需经济 开始要慢慢的火弱起来了 不要像过去去年那样 一滩死水 一滩死水 所以我跟你讲 注意啊 注意啊 难不成你现在还要去买 手机概念股吗 你还要买PCNB概念股 还是要买那个 远端视讯概念股 都不要 都不要 你买我的 你买我的 各位 你来买我的 你来拿我的 啊这个盘你就不用怕了啦 国安基金今天已经站出来讲了嘛 不排除互盘两年 两年呢 很好啊 两年 不错啊 所以下面有国安基金 把你当靠山嘛 各位 国安基金会在下面 低阶 啊你在怕什么 你看到我们今天 报纸上讲 我们11月制造业警器 已经开始 露出曙光了哦 他终结了连续十个月的下滑咯 各位 所以我跟你讲 之前跟你讲 有望挥别阴霾 我们景气没有那么差啦 真的啦 人家瑞银都说 我们台北股市明年有这个机会 入行之夜在讲这件事情 你怕什么 你就怕什么咧 不用怕啦 重点是什么 买什么股票啦 对啦 买股票的问题 要买什么股票 但我会跟你讲 我觉得啦 这些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啦 没有错 你就不要去碰那些股票嘛 我看那谢金河哦 谢金河社长对这件事情是 他也 我看 我听到他的一番言论啦 那 你知道我们 我们是怎么讲 你知道吗 算了 我不要在电电视上讲那些 免得 我得罪了别人 我不要讲那些了 我只想告诉你各位 你好好的选股 接下来的选股 接下来会涨的股票 会跟你想的不一样 会跟你想的不一样 所以各位 你要来买我的 其实我这阵子 我也在跟一些朋友在聊 那个电动车这块 因为我听到很多人说 电动车是明年的主 对 也许是啦 可是 特斯拉的股价 这阵子一直在破底 一直在破底 难道 你们没有想法吗 为什么他一直在破底 难道纯粹是马斯克 跑去推得 当那个执行长吗 不是 是有一些美咖 一些猫腻 你们没有注意到的 媒体上没有报道的 甚至记者 根本就不知道的 我们有在聊啊 我们有在聊啊 所以我会跟你讲说 各位 接下来选股 我还是那句话 你来买我的股票 你来买我的标的 有些像什么 手机啦 NB 其实我说实话 明年的产业 很多人说 那个库存压力很高 那你就买 没有库存压力的嘛 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这一支啊 我找一下 宏达电啊 2498宏达电啊 各位 我问你啊 你家有没有 元宇宙 那个AR 或是VR的产品 有没有 有没有 我家也没有 不过我已经定了一副了 我已经定了一副 明年 明年才会 才会交货 我已经定了一副了 明年才会交货 元宇宙的产品 我有买 明年我会 如果它出货 我应该可以收到 因为这个很多东西都没有啊 各位 元宇宙这个产品 很多人都没有 我说过 它是一个化时代的科技革命 你可以说 今年年初 它长的是一种梦 因为产品还没成熟嘛 可是现在产品 越来越成熟了 因为大家都没有 我告诉你 现在在马路上 你可以看到 跑 你可以看到很多 特斯拉的车子 很多人都有电动车了 欧美也是一样 很多人都有电动车了 而且大家都要做电动车 你知道吗 鸿海也要做 很多世界上各族的车厂 都要做电动车 很多人都要做电动车了 那你觉得电动车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标股吗 电动车相关的股票 以后会大涨特涨吗 你确定 你确定吗 这个很多人都在做了 攻击很多了 可是元宇宙的产品没有 苹果还没推出 苹果到时候 它的MR产品推出来 划时代的科技革命 所以相关的元宇宙股票 有梦 有题材 有想象 有营收 注意 元宇宙的股票 我先跟各位做预告 信不信有你 不要你要买什么 去买手机的股票 买NB的 大家都有 有人要换机吗 没有 很少人在换 这两年 两三年的防疫 该换的都换了 该买的都买了 你现在叫我 为什么库存压力会那么高 各位 为什么库存压力会这么高 因为生产太多这些东西了 卖不出去 你看那个巨大的自行车 也是一样 生产太多了 卖不出去 你还要再买这些股票吗 是我的话 我就不会碰啊 我要买你们没有的 我要买 没有什么库存压力的嘛 各位 你看合一 4743的合一 我说了 我这阵子 生计的股票 你要注意 真的 你要注意 当然你说 是那个缺要概念股 你看那个1752的南光 今天被打下了 其实今天很多的 缺要概念股都在往下跌 包括南光也是一样 哎哟 拜托啊 长那么多了 他也该休息了吧 再不休息要被分盘了 再不休息要被分盘交易 分盘交易不好进出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南光 各位 南光的赢家 这一波62% 现在他说要跟这一支 赢家大标股要跟 要跟 各位这一支他们也要跟 谁 精锐 也是有钱人 精锐 104% 这一波的有钱人 也是好亚人的 深锐 120% 怎样 也要跟 也是好亚人 各位 南光也是好亚人 南光也是有钱人 南光也是有钱人 金锐 也是有钱人 有钱人在做的股票 深锐 也是有钱人 我说了吗 南光也是有钱人 这三大赢家 要跟这一支 最新局势演变 你知道旁边上今天的股票 在反映什么吗 各位 有钱人剧本写好了 信不信 这一支股票 我撕开了 我公开 它就是涨天板 这支股票叫做 赢家大标股 我今天 各位 要不要跟单 我希望你来跟这支股票的单 你不要等到我公开了 昨天公开了 你才想去跟 那个上下 好像做大怒神一样 跌下去 又拉上来 吓死人了 你要买就买 在第一时间嘛 来买我这支 来拿我这支股票 赢家大标股 各位 我近期的股票 其实你都有在看 你都在看我的股票 我的股票强不强 比如说这支好了 深微能源 6806的深微能源 今天又再创波段新高了 什么意思 所有买的人 所有买的人 全部都赚钱 没有赔钱的 深微能源 赔钱的你来找我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来到这个位置 不管你买在哪一天 老师我套到这边 套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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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解套兼获利 深微能源 但我不是要跟你炫耀 我的深微能源 有多强 因为我知道你不敢买了 你去那些 我不敢买了 那你来买这支 你来买这支 我再讲一次 各位 接下来的选股 你要胜选 好了好了 就算你自己要操作好了 你自己要胜选股票 你一定要买有 筹码力量的股票 你一定要买有 赢家在里面的股票 如果你乱买 你去买那种 跟散户搭在一起的 互相抱团 群远的那些股票 那可能就 可能就不太妙了 可能就不太妙了 所以我跟你讲 各位 买我的 买我这支股票 金瑞 胜瑞 南光 也要跟 它叫做赢家大标股 金瑞 各位你想想看 这波的金瑞 有钱人的金瑞 104% 有钱人的胜瑞 120% 这阵子有钱人的南光 62% 现在这三大赢家 要跟这一支 你要不要跟 你要对吗 想不想跟 有没有想跟 想跟的一通电话 掌停板 就是你的一通电话 标股 就是你的广告中的电话 赢家大标股 来电 送给你 进广告 股市散户站起来 588团结专案 抄叠才会创造超额的利润 你不用单打独斗 大家团结 团结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 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 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 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 02-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操盘战将 刚刚2点14分 最新的新闻 乌克兰 期盼联合国调停 希望2月底举行和平高峰会 干嘛 希望赶快结束战争 哦 各位 时间告诉你了哦 时间先跟你讲了哦 注意 好不好 但这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我昨天给你的这支股票 最新紧喷名牌 掌停板 12月26号 收盘 20 哦今天27号 我写错了 27号 哦不是26号 今天 拉到了掌停板 昨天有来拿的 昨天有来要的 今天 今天 有来要的 明天 会不会 会不会 老师 为什么 我跟你讲哦 有些话不用在这边讲太多 哦 只能说 应该是应该说只能做不能说太多了 来来来来 各位 来拿我这支 你信不信 公开就是掌停板 有钱人的剧本都写好了 精锐 精锐啊 有钱人的精锐 狂标104% 有钱人的深锐 这一波 这一波的操作 这一波的拉台 这一波的手法 最近的南光 这一波的拉台 这一波的手法 现在 三大赢家要跟这一支 赢家大标股 各位 这一支股票 如果你明天想买股票 因为你刚看到美国股市盘结基值上涨了 你不知道明天要买什么 要再买缺要概念股吗 还在买军工 还在买元宇宙 来拿我这支 信不信 公开就是掌停板 各位 赶快来跟单 赢家大标股 来电 送给你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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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